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我們南維鐵路以及我們台南線的鐵路 那麼這個電気化 也已經經過我們裝置這麼多的合作 那麼是標球 地上的規定是在119公尺 那麼這時 這個我們全島的這個鐵路 那麼在119公尺應該說是可以完成 因為全島的鐵路電気化 那到時那個時候 我們除了這個鐵路的物品提升了以外 那麼我們對於車種的減化 以及這個農量的特質能加 我想應該有所注意 那麼對於我們裝置 這個搭乘這個鐵路的這個品質一定會提升 那漂流量會比較好彈 那麼為了要我們要提升 然後要完成這個鐵路的這個電気化 那我們必須這個要簡單 不要用這個過分的時段 來在路線上進行一個施工 那我們施工除了電気化以外 當然我們來跟隧道以及電波橋樑 進行一個改建 所以這次不得已的開始 先跟各位鄉親的抱歉 那為了降低這個火車檢班 給民眾給鄉親帶來公布物品 那麼我們有一個一定的方案 也就是說我們協調這個客運來輸送 那就是在我們平方的車站 我們會選擇這個要靠近車站的原因 來再一步轉成 兩位鐵路電気化工程的建設計畫 在台鐵施工期間 要在台鐵坪東線及兩位線做局部 也是在夜間時段做局部檢班 然後檢班的那個期間呢 會以公路客運來替代運輸的一個說明會 目前台灣本島在鐵路的部分 大概就是就僅剩潮州到芳寮 各位看到這張地圖 就是屏東線就屏東山的五門 台鐵屏東線的部分 還包括從潮州到芳寮這一段 另外就是南維線 大家俗稱南維鐵的 從芳寮到台東這一段 還沒有電氣化 那整個南維鐵路電氣化工程 不只是電氣化 將原來的鐵路電氣化 我們也會利用這一次 一併將沿線一些比較老舊的鐵路的橋樑 然後它的隧道 還有一些邊坡設施 還有車站等等 一定做一些改善 那整個計畫預定在109年底 電氣化通車 那電氣化通車以後呢 當然可以縮短 都會相信搭乘火車的時間 另外目前整個電氣化路段 一直到資本 都要轉換成彩電的那個車子 柴油的車子來跑 那未來整個電氣化車輛 就可以環島一週 就不用再 整個台鐵運轉的效率就會提升 那 另外我們因為整個計畫裡面 會從南威鐵沿線一些比較老舊的設施進行改善 也可以提升整個南威鐵路的營運的安全 然後提高民眾搭乘火車的安全 那至於因為未來就是改成電氣化車子 那基本上就不會有 比較不會有噪音跟廢氣的問題 那也是有助於沿線居民的健康 那整體的計畫完成以後呢 也使得整個鐵路的交通更便捷 然後 它的運轉能量增加 鐵路的容量增加也使民眾 更容易買到車票 解決部分的現在滑動車票營票難求的問題 那整個南威鐵路目前的狀況 南威鐵它全長總共98.2公里 那98.2公里是從訪橋站到台東車站 那基本上它 它總共有包括42座隧道 大大小小的隧道 總長度長達40.8公里 也就是說都是在山區裡頭 那還包括170座大大小小的橋樑 橋樑總長度有9.1公里 那其他的48.3公里呢 也都是屬於在山區的一些陸體段 那基本上 整個計畫的主要工程內容 它有包括 洩口的軌道的部分 因為長期的使用下 會有一些線性需要做一些調整 另外隧道的部分也受到一些 長期的那個 一些騰壓主要滑動的影響 它的進空漸漸在縮小 我們也會藉由這次一併來改善 那另外在邊坡的部分 在某些路段 容易有落石坦塌的地方 我們就會加強它的港土設施 比方說岩酸隔阳不破等等 另外有落石我們會加設一些防灘架 來維護整個鐵運運安全 那至於橋樑呢 因為是早期設計的橋樑 我們現在因應地震力的部分 我們也會 也會在上下部的結構 提升它的耐震能力 來做一些補強的工作 那還有除了這些部分呢 在車站的部分 我們會在月台做一些改建 現在有一些那個月台的羽衡已經老舊 我們會 一併把它改建成新的羽衡 那包括對於那個 那個行動不變者 我們也會在月台來偵測電梯 那讓大家以後 有一個比較選新的 展新的車站來使用這樣子 那整個邊坡補強工程 我在這邊做一個簡單的介紹 南圍工程之所以困難 多為一看 目前要維持這一條南圍鐵的運運 它只有單線 那事實上大家如果做火車都知道 那旁邊有很多 為了防止落石啊 那個整個邊坡的發動 事實上有很多擋土強 那有一些地毛 那我們現在經過一些調查 也有一些地毛需要補強 例如說我們必須要利用原來的鐵路 旁邊這邊來施工 那如果在列車和運運的情況下 是相當危險的 所以我們也只能利用 晚上沒有火車行駛的時間 來進行施作 那剛剛也有提到 有一些邊坡滑動比較厲害 會有落石的地方 我們就會加設 類似這樣子的一個結構圖 就是防灘架 那列車在裡面行駛也會比較安全 另外像這張圖呢 就是一些邊坡滑動的一些土層圖 早期的設計呢 它的地毛大概深度比較淺 那因為現在都有極端氣候 那長期之下 我們現在都要準備在這次工程 也把所有的地毛都加強 整個穩固整個邊坡 整個提升我們整個南圍的運安全 那這張圖是在隧道 加進行隧道裡面拍的 各位看到 這長期整個邊坡 往海邊這邊的 側向的偏壓 有時候我們可以看到裡面 已經多多少少一些跌縫 我們這次也都會一併做止水 還有補強的動作 那事實上就是因為這樣子 我們整個南圍鐵路 都必須在半夜來進行 因為白天還是要為了 為了旅客行的方便 我們沒有辦法在白天整個停 整個列車全面停實下來施工 這樣子 這是另外一個隧道 像金子隧道有列式漏水的情況 到處的話隧道也有這樣的情況 那至於橋樑的部分 我剛剛有提到早期的橋樑 他因為他的耐震的設計 沒有像現在工程技術這樣發展 那基本上也會就有這個機會來 這次機會將整座 所有的橋樑的耐震能力 整體來提升 另外還有一些 因為長期來河川 射到河川沖刷的清洗 像這種基礎 有一些部分 火肉的部分 我們在這次都一定會加護 用這張圖來跟各位相親說明一下 為什麼一定要利用晚上來減班 然後延長時間 工作時間 事實上大家可以看 這是大五站 這邊是中安隧道 這是目前南維鐵路最長的一條隧道 7900多公尺 將近8公里長 事實上 台九線是在這裡 這是在偏遠的山區 然後離整個道路相當的遠 那如果說 夜間要施工 晚上12點以後 才沒有車才進去施工 你要把機具材料 運送到這個原線 是有一定的困難度 以這裡為例 你看這個仿山溪便道 然後呢 這是台一線 到中央隧道 溪口這裡就長達12公里 如果從東邊進來的話 也至少8公里 事實上這些道路 其實經常夏天大雨來就不見了 那整個工程大概就是停擺的狀態 那我們唯一的做法就是要利用 比較接近東的車站 像駕路啊 內施啊 東邊的這些車站做運輔作業 那如果每天只有五個小時 光扣除這些 這些那個 車樣到達地鐵的這些運輸時間 事實上實際上 能做的只有大概 兩三個鐘頭不到 那因此 我們為了加速整個電氣化的進行 也只好說 這也是不得已的選擇 只好請 各位相親見諒 在某一些時段 夜間我們來停止一些 台鐵線材的班次 那當然這些停止 我們盡可能會減少對大家的衝擊 我們會離開連續假日 寒暑假 還有禮拜五跟禮拜五日的那個 旅客速運的尖峰 也就是平常大家 常遇到什麼中秋節啊 雙時節這種連續下 基本上我們台鐵還是正常 營運我們不會去印象這些時間 不會去進行檢發 因爲南回鐵路營運中的路線 目前施工單位也只能利用 夜間 五列車通勤的時間 大概五小時 我剛剛各位已經跟各位說明 這五小時不是都能做的 而且我們要在每天早上六點以前 在隔天一大早第一班車發出之前 就要把所有的鐵路全部進空 包括材料 包括那些機具全部進空 才可以讓列車行駛 然後為了達成一百零九年電計畫通車的目標 然後盡早讓鄉親搭乘電話列車 我們檢討實在是不得已的情況下 有延長施工時段的必要 因此我們工程當委決定 從南回鐵路 從九月六號開始 在晚上七點到十二點這段時間 要停止台電部分的辦事 我們當然也考量民眾的搭乘的需求 台電減班 會避開連續假日 禮拜五跟禮拜天 然後在晚上五點到二十四時 以三個路線的公路客運來替代運輸 在這裡說明一下 我們事實上晚上是大概六七點以後 才會沒有車子 因為怕我們為了要減少旅客的影響 我們客運會比火車時間更早 提早在五點大概就是開始運行 讓大家盡量減少大家的不方便 當然也非常感謝大家的支持跟配合 公路替運的班次 會比原來火車的班次更密集 然後長途路線我們 盡可能用遊覽車 而且有設置行李箱 也會找一些適當的定點 便利商店讓大家可以做短暫的休息 那接下來說明一下整個檢班的一些相關資訊 那基本上我們檢班是從潮州到台東 那目前台鐵的話就是 平東線就是從那個 潮州到晚的這一段還有電極化 必須停下來吃坐 那南輝線就是剛剛有跟大家說明的 訪聊到台東這一段 那至於檢班的期程 我們共分成四個階段 那第一個階段是在今年的9月到12月 那第二個階段是在明年的107年的3到6月 那第三階段是107年9到12月 第四個階段是在108年3到6月 那如果相信看到我們都已經離開 每年的1、2月份跟7、8月份 也就是已經把寒暑假跟那個 寒暑假的旅客監工給離開 另外在連續假日跟週五日 我們也不進行減班 那列車繼續運轉 這裡大家可以看 這是我們把第一階段的客運替運 的日期用橘色的都已經反映在各位手上 可以看到那個手上的資料都已經有了 那基本上像中秋節啊 還是10月份的那個雙十國性延續假日 基本上這都沒有填橘色 這就是不減班 還是維持增長的運轉 盡可能將整個衝擊降到最低 那這四個階段呢 對剛剛有一點要補充的 分成這四個階段 我們每個階段會利用盤數 將那兩個月的時間 比方說我們現在第一階段 開始採用客運替運運輸 那如果鄉親有一些意見呢 還是我們認為這中間有什麼缺點 需要再檢討再修正的 我們會利用這段時間 把所有的事情補正以後 在下一個階段就會改善 是這樣子 那這一張是提供給相親參考 現在是目前台點頒標 從潮州往訪 訪寮開的列車的頒標 那基本上我們潮州到訪寮 我們總共從晚上七點 七點半左右 減了四個區間車 這四個區間車的車子 大概是從晚上七點半一直到四一點 那這是從訪寮往潮州的方向呢 也是大概七點半左右 一直到十點 總共減了三個車子 長途的部分呢 從潮州到台東的減半的車子呢 我們大概是從將近晚上六點的這一班 在潮州的時間是五點五左右這一班 然後到一直 總共減了四個車子 大概晚上九點 那至於禮拜五 禮拜天才行駛的這間三二七 我們是不 不更動的 照常 就是照常發車 是這樣子 那我們由台東往潮州方向 大概是大概六點左右 減了三個車子 那至於減班以後呢 我們為了 也是顧及到旅客的不便 我們 也 也 擬定了公路客運的替代運輸的計畫 我們原則上區分成兩種情況 一種是針對長途旅客的替運 那長途旅客我們有一個路線是從高雄到台東 雙向對開 那它當然是配合減班的禮拜到禮拜四跟禮拜六 那基本上我們提前到五點就發車 一直到晚上九點 那我們會把班是密集 比方說台鐵平均它大概是 目前的話大概是六十分鐘就一班車 那我們會 會改成三十分鐘就一班客運來速運旅客 那禮拜六呢因為旅客更多 所以我們縮減到每十五分鐘就一班車 盡量讓旅客不要等候太久 那至於在兩關 高雄跟台東我們也會備用車輛 那這是因應突然間增加的旅客數如果很多的話 那基本上我們會加發 加發那個客運車子 就是盡量減少旅客的不方便 那另外一個長途的路線是從潮州到台東 那原則上週一到週四 我們會維持一樣一個小時一班車 那週六會縮短班距到三十分鐘一班車 那當然到潮州到台東 也都會預留一定數量的 備用車輛 機動式的那個加開班子 那至於 至於潮州到台東的部分 因為比較多上班跟上學的通勤組 那基本上我們禮拜一到禮拜四呢 我們原則上大概就是禮拜五 下午一點就開始 開始 配合上下班時間就開始以客運來替運 那目前台鐵平均大概六十分鐘一半 我們週一到週四也維持六十分鐘 那週六呢就是三十分鐘 不好意思喔 我剛剛有答錯 潮州到仿寮的部分呢 週一到週四 台鐵目前區間車是九十分鐘一半 那我們會縮短時間到三十分鐘一半 然後 週六就是四十分鐘一半 那當然 在潮州跟仿寮 我們會設一些 備有一定數量的那個 備用車 然後機動加開班子 這樣子 那是剛剛的一些說明 我們用一張檢討來說明一下 基本上我們禮拜一到禮拜四的時候 我們有三個路線 那基本上 大概是從五點到晚上九點 那有一條路線是高橋到台東對開 一條路線是潮州到台東對開 那另外一條路線是潮州到廣東 那當然禮拜六也是一樣 分成三個路線 然後他的班次會比較密集 那接下來講到整個票價的部分 我們目前規劃的票價是這樣子 在長途的部分 我們是採台鐵線型區間車的收費標準 目前台鐵區間車 從高雄到台東他收費是兩百三三塊 那我們也定在兩百三三塊 那當然 老人家然後 然後兒童有半價的 符合半價資格的 我們一樣採半價優惠 那至於 至於那個第三個路線 潮州到訪寮 因為目前有一些 那一代有一些通勤族上班族 他 他有給予優惠 是用區間車的九折 所以我們的票價一樣 採用區間車的九折 來定他的票價 以訪寮到潮州為例 大概就是三十三塊這樣子 那至於票價的部分 我們在這裡說明 台鐵列車減班期間的客運 地域的票價優惠 高雄至台東 他的客運票價 我們剛剛也講過 定在兩百三三 事實上他就是台鐵區間車的票價 那事實上目前國光 國光客運 他從高雄到台東 他收費是五百二十八 我們足足比國光客運 打五折還低 大概將近四四折 那當然客業者 因為我們也 他們當然以這樣子的方式 他們可能是不負成本 那差額的部分呢 就由政府來補貼 不再跟民眾額外收費 就是這樣子 那朝收到訪錶呢 客運目前是三十三塊 大概也是 也是那個 目前客運票價 有四八折左右 那以上是今天的說明 謝謝大家